可可 五妹 小姐 你来了 这段时间 你一直在宫内料理后事 好不容易回来了 这人都瘦了一拳 你这几日可好啊 我没事 我只是 突然听到了丧钟 也才知道 虽然我醉尘之女的身份已解除 但依旧不方便进宫 抱歉 帮不上你什么 只能在府里下担心 年少了 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 我不能难过 我宫里需要我搭理的繁杂所事 数不胜数 抗起小皇子和你用 在我面前 你不用强撑 我知道圣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学生 对待孩子一般耐心待 可如今 圣上走了 子芸也不在她身边 如今这偌大的生机 她除了我 真的是孤单一人 她这个年龄 在我们那儿 只是个大学生而已 而现在 不仅整个圣经的重担 都压在她身上 还要瞬间 换到父亲的群 去教导小皇子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未免也太过残忍了 别担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让你住 我一定会先赴 你会对我的 differ 你会对我 你都会走了 你会睡一会儿 对不起 婚礼 我可能又要失验了 没关系 就算没有婚礼 也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 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 我凌落井发誓 无论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开你的手 无论将来 会遇到什么危难 我一定会陪着你 一起度过一切 绝对不会让你孤单一人 给你睡学庭 大核心 蚊子 好 太阳